還有我好久不見了 我一個老師 毛景仁 毛教授 毛教授你好 好久不見 那今天因為那個PowerPoint出了問題 所以我恐怕我們的講題可能要改一下 那因為PowerPoint沒有 所以我現在可以講 用口述的講 我換了一個題目 那我現在換了一個題目就是說 21世紀現在最重要的一個疾病的來源 我們怎麼去處理 因為21世紀最疾病的來源 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基 那自由基會產生很多的厚 就是像一些污垢的樣的東西 它會阻擋在我們身體裡面 那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以後 我們會發生自由基的改變以後 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怎麼去解決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主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用高壓氧跟父親這樣兩隻的東西來結合起來呢 會產生更美好的一個結合 這樣的結合是 主要是把惡性癢的自由基給打掉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自由基的東西 產生這些結構在那個地方 使得我們身上如果說是在腦 它就變得腦中風 它如果是在心臟 它就是心肌梗塞 它如果是在攝護腺 那就是我們男人的問題 它如果阻塞在婦女呢 它就會變成子宮的問題 它如果阻塞在肝膽呢 它就會變膽結石 阻塞在腎臟呢 它會變腎結石 那如果阻塞在肛門呢 它會變成症狀 所以這樣子的一些東西都產生在我們臨床上反正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在西醫的方面 不管你是打針吃藥開刀 通通通有它的後遺症 也就是說它會變成是在做治療型的一個治療 那如果說不要讓它產生的話呢 我們只有用高壓氧 讓它的血血能夠打通 如果在中醫來講呢 就屬於氣功的一種 那高壓氧是非常大的型的一個醫療器材 這些高壓氧就在一個大型的醫院才有辦法去做 就像個太空艙一樣 像潛水艙一樣 那這樣子的一個高壓氧把那個氣一直在壓縮在兩個大氣壓的時候呢 它效果是非常的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身體裡面已經有這麼多的惡性癢 在用高壓氧再去打的時候呢 我們的正電就非常的多 那那個時候我們如何把我們的能量能夠把它做成一個平衡的話 那就要用氫 那氫它本來是一個負離子 那用負離子的氫去把這個氧給綜合 它就會把所有的東西給打掉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實驗的時候 在一個臨床上跟我們事實上在做醫療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說用這個方式來非常好 譬如說我們現在吃的是黑心油 如果用黑心油的方式把這個父親的氣給灌進去 把父親灌到那個 用父親把它灌到那個黑心油上 就是那個滴溝油 它很快的就會變成乳化 它乳化的作用 有乳化的作用 你如果再加上水 它就會把它帶動 那這些帶動的以後 你再用高壓氧再去把它身上的氧氣 把它做交換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這個髒東西就排泄出去了 所以 像這樣子的 一個是它的脂肪能夠做成一個很大的代謝 那如果說是重金屬呢 它就用氫來結合就把它給代謝掉 納酶加鈣就把它給代謝掉 所以重金屬也可以把它代謝掉 那如果說不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你可能要用氦奶雷射 那氦奶雷射它成本也非常的高 它是一個侵入性的治療 那又要到醫院裡面去 這都是要治療性的治療了 所以 我們如果現在不想要用侵入性的治療 我們如何去用父親的療法 再加上高壓氧的一個療法叫氣體療法 也就是說 現在中醫的療法 西醫的療法都已經到達一個瓶頸 生物科技的療法大家都在吃這些健康食品 那應該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我們的自然療法裡面來 香港的吳正銘 吳院長一直在跟我們想說 如何去做一個自然的療法 當然在主流醫學裡面 尤其像我也是處於主流醫學人 在這主流醫學裡面 它可能會有一些反彈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前面幾個speaker在講 你還是要回到你的基本面去如何讓你的身體不要生病 如何讓你的自由基 也就是說惡性癢 我現在提出來叫惡性癢 我不想用活性自由基 活性癢 其實它不是活性癢 它是惡性癢 我想說現在市面上都在講活性癢 我覺得應該要把它改掉叫惡性癢 那我們反而要用活性氫 氫才是活性的 各位你要知道 氫在身體裡面 它是到處一直在喘 氫氣你把它灌上在這個氣球裡面 它就自然去飄了 你如果灌氧氣 那個氣球不見得會飄的 所以今天把氫氣 如果我們在身體裡面 氫氣的產生比較多的話 它就一直氣 又一直喘 一直喘 就有點像人體的氣功一樣 把你的細胞的離子的尖道給打開 現在2005年2004年 諾貝爾獎金裡面 所講的就是Chino 離子通道的打通 離子通道的打通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 要用氫離子的方式 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它打通 把它打通了以後 如果再用高壓氧 再去把它做壓縮 很快了 就會綜合身上裡面非常多的 氫金屬 微量岩素 還有那些不好的優質 通通會把它的棒 它的那個結構的棒會給它打掉 這些結構的棒給它打掉以後呢 加上你的水 它就自然的就會排出去 所以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可能以後我們的水會比汽油還貴 為什麼 因為好的水 跟不好的水 相差的非常遠 現在一部水機 大概要十幾萬 安置牌的也要八萬 可是你如果去買一個氫的發生器 把它灌在水裡面 那也不過才這個 也沒有收很多錢 但因為我不是商人 我不能講錢 但我是跟各位講效果 你把氫 灌在水裡面 溶解在2% 2%的氫 你如果每天要喝到2000cc 它的還原素也在300以上 那你再加上你的高壓氧 當然高壓氧是另外的 你這樣子的話 你的身體絕對是非常的健康 因為 我們平常還是會吃很多的中藥 有些西藥 或是生物科技的 你這樣子 你才能夠把你的身上的形成代謝 能夠改善 但是如果講這樣子呢 各位有可能聽不懂 我如果跟各位大概都有聯繫了 你們的小孩子 或是你的孫子可能都練國一了 你回去跟他講什麼叫氧化還原 國一的小孩到國三的小孩都會教你什麼叫氧化還原 我們現在所講的高壓氧跟父親就是最基本的氧化還原 因為在人體 在自然界裡面 太陽 空氣 水 太陽就是光合作用 植物呢 就葉綠樹嘛 人呢 就雪紅樹嘛 葉綠樹就是鎂 雪紅樹就是鐵 那我們如果把鎂吃到我們肚子裡面來 它自然就會產生很多的氣 所以有很多的醫生 他會給你開MGO氧化鎂 但是你也不知道說為什麼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回到國一到國三來 它就是給你做氧化還原 你並不需要去吃什麼便秘的藥 你只要把氣往上打出去 下面放個屁出來 那個大便就容易出來了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去吃這個什麼軟便的藥 所以說太陽裡面的光合作用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鎂 一個體 也都是有氣 那太陽沒過來就是空氣 空氣 百分之二十幾的都是氧 那如果說你的氧氣如果再加壓縮的話 那氧氣會非常的高 那如果再加上氣 那個效果就會高 太陽 空氣 水 那我們現在喝的水 它的分子結構 基本上在很多的雜誌啊 或是YouTube裡面都會看到 它的那個結構都是不對的 很多什麼太什麼牌的啊 鞍什麼牌的啊 一什麼牌的啊 那個7的啊 你如果回去跟你的小孩講 叫他回去拿椅化來 你把那個式子一放進去啊 你就知道通通都不對 所以你身上全部都是酸的東西 酸的東西再加上一些礦物質 就身上就通通都會阻塞了 所以現在小孩子 有幾乎有十幾歲就中風了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它的血管不同了 所以必須要把它打通 它必須要打通就要起 而不是吃藥 你如果要運動 有的人就是不想運動了 所以說我要被動性的運動 被動性的運動就生光電力水療齒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物理治療的方式 那這些方式裡面 你主要是要把氣打通 氣為血之帥 血為碎之母 也就是說你氣血如果不通 你吃再多的藥 它只是囤積在你的肚子裡面 到上面擋不到你的頭髮 下面到不了你的腳心 到不了你的頭髮 到不了你的腳心 所以你的頭髮就是 你就眼界看不見就 霧茫茫 伐蒼蒼 死牙就動腰 所以我看了很多的朋友 六十幾歲 就看得像八十歲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各位如何要把自己的身體弄得更好 你一定要回到自然界去 太陽 空氣 水 最主要就是能量 你的這些能量 完全是儲存在大地之上 大地裡面的太陽 空氣 水裡面所產生的氧氣 但是現在出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空氣非常的不好 所以你的氧氣並不好 所以你氧氣也不好 氧氣也不好 所以我很鄭重的跟各位講 你一定要去想辦法拿到非常好的六個N的氧氫氣 有六個N的氫氣 你經過水平以後 它污染度應該是更低了 那個時候你的身上的氫 它自然的就是串到深深去 然後再如果有好的氧 那像福建省呢 它那個空氣 海口的空氣 它們非常的好 它們甚至把那個空氣拿出罐頭來 到北京去賣 因為北京的霧霾非常的嚴重 可是呢 如果是在台灣 我們也是 PPM 非常的高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去用氣體的療法來 那因為今天這個養老的這個論壇裡面 不是醫學的論壇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講 你必須要自己要救自己 你如果等醫生來救你的時候 那都來不及了 可是很多的醫生呢 在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的醫生呢 大概都是年輕的 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 你現在到醫院去看那醫生都很年輕 他怎麼知道要去養老 因為他自己都還沒有老過 他怎麼去養老 那些老的醫生呢 都已經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呢 因為他們不會保養 所以你看六十幾歲的醫生都不見了 那現在只剩三十幾歲的醫生 你能夠相信你自己 還是要去相信他們 還是要去相信這個制度 所以 不管你怎麼樣 你還是要去回 既然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論壇 我覺得說我有義務 也必須要有一個責任來告訴他 醫療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是有效的 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呢 是上帝給你的 還有那個百分之二十五呢 是父母給你的 還有那個百分之二十五呢 是你自己的因果 所以你如果相信醫藥 你通通吃得最好 你的病子會好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你必須要回去 好好的去想你的因果是什麼 你有沒有好好的去愛護這個自然 你有沒有去做太陽 空氣 水 你有沒有好好的去保護自己 你要保護你的家人 因為我看各位來這裡了 大概都有孩子了跟孫子了齁 所以我想講這個非常的沉重 也非常的希望說 我們必須好好的去重視這個問題 太陽 空氣 水裡面 對 那我們水 我們自己可以 我們的自然水做得還不錯啦齁 那這個自然水裡面 如果我們有含氫R% 200個 ROM OIM 的話 如果說 OIM 這些東西的話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在科學的理論上 它是完全符合科學的理論 符合科學的理論 如果經過實證的治療 它就會變成醫學的理論 所以我想 因為今天正好沒有PowerPoint 本來的議題是講說排毒市場是什麼 那 就這個時候來順便說 用這個方式來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的排毒市場 最重要的是 心肝皮肺腎通通都做 我們的地溝油都中毒了 我們的空氣都中毒了 我們的水都中毒了 那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如果不好好的去做 我們怎麼對得起我們的上一代 交付給我們的 我們怎麼去對得起下一代 讓他們去繼續生活 所以在這麼簡短的時間裡面 我是希望跟各位灌輸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 你要好好的去保護你的空氣 但是空氣有一個問題 那是屬於環境污染 我們做不到 那既然環境污染 我們做不到 我們就要自己去救自己 所以如果空氣不好 我們就自己去預備你自己的氧氣 但是因為你不是病人 你不想說在家裡面弄個氧氣機嘛 所以你就去弄個氫氣 弄個氫氣 把氫氣灌在水裡面 你每天吸跟喝 這個空氣裡面的氫氣 然後去緩和你污染的空氣裡面的氧氣 這樣子會的 好 OK 那就謝謝各位 謝謝再見 感謝高國慶院長這麼棒的排毒分享 接下來我們介紹花精療法對理性身心靈影響 由佛光大學熱活生命文化學系碩士 美國加州法院公正國際中醫師 中華民國養生修協保健協會的教育長田廷萱 加州法院